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北京即成功推出北京国际马拉松赛 中国网球公开赛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三大国际品牌赛事之后 将举办首届国际山地徒步大会 这是北京推出的乐意国际性精品赛事活动 首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 是经北京市政府批准的第一个国际化山地运动品牌赛事 由北京市体育局门头沟区人民政府 北京市体育总会 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亲力大造 来自北京及世界各地的万余名徒步健身爱好者 将参加为期两天的赛事活动 此项盛会将进一步提升北京的国际形象 推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和国际化体育中心城市目标的实现 这是一项即国际性、群众性、融合性为一体的全民健身活动 分别设置了5公里、10公里、20公里群众健身休闲线路 和100公里专业竞技线路 是目前国内徒步线路最多的大会 将有力推进首都群众山地徒步运动的蓬勃发展 这更是北京以国际化事业探索山区替代产业发展模式的新开端 此项活动容体育文化、旅游休闲、高端商务为一体 倡导低碳理念、践行低碳生活 举办低碳大会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、双赢互利的新举措 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 在中国北京 占总面积62%的山区 是北京城区极为重要的生态涵养带 也是绝好的山地徒步运动资源 位于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区 山区面积占98.5% 是北京市十个远郊区县中唯一的纯层